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吃中药之前和之后的调节 我体会的到了药道病除和您精心的诊断治疗 您的精湛医术耐心的询问 治愈我三个星期治不好的COVID-19病毒 就是新冠病毒恢复健康状态 我家人和我一样需要您再次感谢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女士今年57岁 她是已经发烧有三个星期 第一次我在视频看诊是4月18号 那么三个星期以来 她一直有低烧 就是华氏99度到100度之间 也就是37到38度摄氏这个范围内波动 自己呢经常服用泰弱就是泰弱 但是温度呢好好坏坏 适当的就是大概每天六七个小时吃一次 体温呢会降下来数小时之后呢又反复 始终呢不能够根治 但是呢她没有咳嗽也没有痰也没有这个其他的发冷啊 浑身疼痛啊等等这些病症 但是呢她有这个喉咙 嗽嗽和味觉呢都减弱和上湿的这个表现 鼻子闻不到味道 她4月1号呢去检测 检测结果呢是冠状病毒感染阳性 那她就非常的着急 但是呢一直在发烧始终退不下来 那么医院这个时候也不接收 只是在家里就这么扛 后来知道我以后呢已经是18号了 就是在18天以后 已经呃她诊断18天 大概发烧呢已经有三个星期了 那当时呢我就给她开了两个方子 一个是我们的基础方 二号方因为她有发烧有热 另外呢还根据她的情况 专门配了一个克力方的冲剂 一共五天 那么当时呢她离得比较远 她在纽约的上周 那天呢又是星期六 所以星期天邮局呢不工作 如果邮寄的话呢要星期一才能邮寄 大概到她那里要星期二星期三 那么星期六看病 星期三拿到药就太迟了 那她呢就想自己来取 所以呢也冒着她这个疾病的 这个当时的状况 开车两个多小时来纽约呢 把药取了回去 那回去吃完以后呢 她就明显的见好 到四月二十二号吃药只是四天 她就非常高兴 因为药呢还剩最后一天呢 她就要跟我复诊 那么联系我的时候呢 拍照舌苔呢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而且她也非常高兴 所以现在呢体温呢完全正常了 都是在97度98度这样子 98度左右 叫华氏啊 奢侈呢就是36度5 那么她呢就对中医这个神期呢 感到的非常的吃惊 她没有想到 而且她的鼻子呢也能够闻到一些味道了 嗅觉呢在恢复 而且那个就是味觉呢已经完全恢复了 能够吃到感觉到食物的那个味道 那么其他呢 她本来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没有一些呼吸困难的这些症状都没有 等于呢她就完全地恢复了 那么在22号服诊以后呢 又给了她两个星期的中药 单独的配方 我们一人一方 那么来巩固这个疗效 那么她就非常开心 还是说坚持要自己再来取药 不想这个断掉 因为现在的邮政系统不一定能保证 第二天能够收到药 所以呢她又驱车来 而且呢在微信上写了一些感谢的话 我们呢也做了一些电话和视频的一些通话 我也给了她一些鼓励 另外她还要介绍家人 一起要给我这个会展 给她们一些适当的中药 她对中药的信心呢 可以说是大增 她本人呢 其实倒是非常开放 她说你介绍之后 可以说我的名字都没有关系 她呢也愿意说 她好了以后呢 能产生抗体 用她的血液呢 去救治别人 我觉得她这种的胸怀呀 和这种意境呢 非常令人赞配 但是呢 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呢 我还是引去了她的肖像和名字 前后舌苔的对比呢 前面上面都有 大家呢可以参考 这位女士呢 其实也在咱们群里面 就是跟大家呢 分享这个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中药的退烧 其实要比目前来说 比任何西药都要来得好 来得快 那我们这一个月的经验呢 发现一般退烧呢 三到五天 不管是高烧还是低烧 基本上都能够降下来 这一点呢 是其他方法不能比你的 而且中药退烧以后呢 比较稳定 所以呢不容易反复 跟吃那个泰诺呢 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这个我是想跟大家分享 再一个呢 通过中药的这个效果 也给很多民众呢 以深刻的印象 对中医的认识呢 也有了空前的变化 这里呢再补充一点 就是她的舌相 舌苔呢 当时是非常的白 厚又干 有口干的症状 那么在指服中药四天 我们看到舌苔完全变化了 变成了淡红舌 薄白胎 完全恢复正常 舌苔呢 就是透明的了 已经看不到那些 白白的舌苔了 所以呢 舌苔呢 可以作为 我们是不是感染病毒的 一个标志 这个还在研究过程中 不能做定论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如果自己觉得 自己有一些症状 或者身体不对劲 自己照着镜子 看看舌苔 也能够大概了解 七八十 那么中医在舌苔上 在这次的疫情中 应该是一个标志 还要说的一点呢 就是虽然它已经完全恢复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建议呢 再恢复期 也要再服用两个星期的针对治疗的中药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呢 在出院以后呢 可能也没有症状了 但是呢 恢复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的冠状病毒感染呢 它非常的奇怪 虽然没有咳嗽 看起来没有痰 但是呢 从很多死亡的解剖病例来看呢 死后的肺部呢 都有很多的粘液 大量的痰液 但是他们生前呢 并没有咳嗽 也没有痰 所以这个呢 是大家需要十分警惕的 所以我们呢 在后期的主要对肺部功能的调理 以及痞的化痰功能的提高 那么就能够保证体内和肺内胸腔不激流液体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建议呢 大家在恢复期呢 也不要大意 一定要找中医师进行一下调理 免得呢 突然加重 就像很多人呢 虽然已经看到病情明显好转了 但突然加重 又进入ICU就死亡了 比如说李文亮医生就是类似的 他本来已经好了 后来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加重 所以这个病毒呢 目前是比较新的 大家呢 医学上普遍没有 对他的认知呢 还很有限 普遍不太了解 他的这个习性 所以很多奇怪的现象呢 都在这一次给医学界呢 一个大大的警钟 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呢 都在发生 以后呢 还有很多的案例 特别是成功的案例 跟大家进行分享 大家呢 要有信心 能够战胜病毒 躲过 能够在这场病毒的浩劫中 能够生存下来 那我们就是胜利了 所以我们德医堂 也愿意用自己的知识 和中医中药传统的这些疗法 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经验 以及这武汉中医 他们的成功的一些经验 我们在纽约运用 就非常的效果好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也祝福大家 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有问题呢 还可以在群里面提问 我们会抽时间解答 私密的问题呢 最好能够施加 我们德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前台 或者呢 施加我 不要把自己的私密公开 免得造成误会 最后再一次感谢 这位朋友在群里的反馈 他目前越来越好 感谢中医对他的支持和调理 同时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他对中医学的奉献和支持 对他这种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谢谢大家